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脹 不炒黃金 這次就是中伏 去年避險 疫情 其實金 銀 整堆貴金屬 在去年11月開始有疫苗之後 就沒有什麼好 一路一路下來 其實通脹是有 你這個星期 出完通脹數據之後 真是飆了上去 以為難道來到第四季 真是會給大家一個希望 防食 那真的試一下1800 不過不行 你的債息 其實最主要都是機會成本 你看到大家都覺得通脹高 但是債息就上了 債息上 你對於拿一種的貴金屬 當然是有些壓力 那你如果 我們今年年頭那時候 債息上到差不多1.7的 1.6幾 1.7的 那時候 金都跌過一波 那你現在走來走去 都未升穿1.6 可能升穿1.6 又有壓力大小小的 那我們畫兩條線 人家國內就三條紅線 我們就兩條線 你的金收市在1,780上面 1,780 才是水面來的 才是水面 那現在它又滲了下去 你不低於35元 你就不用太擔心 1,735 是的 穿1,735 你就等1,680 有時大家說 金價看炒通脹 不過其實我找回資料 完全關聯係數很低 0.2都沒有 少少 你現在因為你擴通脹有很多方法 Crypto 是的 虛擬貨幣都搶不少 不少這個黄金那些 生意 你今年見到那些ETF持倉是減的 是減的 那就是說 我們沒有東西的 你跟著那些聰明人 聰明錢說離開的 那你不要 即是黃金你一定要有 那個投資 你的投資比例裡面要有 但是今年的比重 可以低一點 低一點 不過去到第四季 我通常都叫人買金 為什麼 因為通常第四是黃季 第四是黃季 第四季 你今年是第一年 過去這整十年 第一年第一季要跌的 那就是告訴你 今年就跌了三季了 一二三季都不行的 第四季都上不到 那你明年就不用那麼大力了 不用那麼大力了 你就等它們加齊了息了 才去買了 那金銀呢 你會怎樣分 因為銀就更爽 但有些人就真的喜歡玩的 有沒有落後一些呢 那個銀跌過一下穿過二二元 差點判死刑 是 差點判死刑 它如果穿二十一個半左右 整波銀那個走勢呢 就散了 這兩天 那金上個禮拜炒了一轉 接近千八 銀都上回二十三個六 二十三個六七 那它現在跌下來 都在二十三個四五 都叫做很硬正 那銀如果真的做好一點 不過銀杠桿大 是的 但是波幅都很大 波幅都很大 總之兩毫半指 兩毫半指 如果你搏 你上面升穿二十三個七毫半 你才追到未遲 下面它縮下來 你二十三個二毫半不穿 你近二十三個二毫半賣 如果用上次那個位 就是大概九月底那些低位 二十一元那些 那些算不算一個指標 用上次那些 不應該見的 都不應該見 不應該見 就是見得就死了 死得了 二十二個半都不應該見 因為這一層 似是真的有盤賣 似連續兩個星期都有盤賣 似連續兩個星期都有盤賣 那 就好過金的了 那股仔是甚麼呢 會 那些錢流回來了 就是這樣 因為它跌到下去 整個大trend 它升穿二十一元走上來的 那個銀 如果它跌穿二十一個二毫半 二十一元 那就炒完了 那些人就走了 不玩了 那可能是 落高一點 那你經濟 希望好一點 銀是很多用的 醫藥又有用 經濟 新能源 新能汽車又有 全部都有用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金就有些壓力 新能控制 另一等四年 還是這種 殘荷 新能永不足 整個電腦